哈喽大家好,这是天使鸭 接着呢带你们看一下每天起来后都干些什么 首先就是走到钢前 看到龟龟们看见我都醒来了 尤其是胖萨萨 转身把窗帘拉开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两个大缸了 这边花儿兄弟在水里待着不知道想什么呢 其他龟龟还在岸上没有醒来 旁边同样的缸里是养了四只火焰龟 火焰一定是每天最捧场的 只要看见我过来就不停的游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萨萨突然暴躁起来 萨萨,萨萨 她可真是又怂又坏 一个百米冲刺的差点把自己撞傻了 只要她一这么扑腾完呢 水肯定会流出来一些 我就只能蹲下拿布给她一眼一眼擦干净 那这时候她在缸里呢可是来劲了 绝对不会闲着跟着我的抹布追来追去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萨萨一定是故意的 她心里肯定透着乐呢 心想 哈,你看我又给你找事干了 好好擦,我在旁边当监工 一定给我擦干净哦 擦不干净我就咬你 萨萨呢是昨天晚上给她喂过了 今天呢就不吃了 转身呢我们看看旁边的木剑瓶 因为昨天下午的阳光特别好 所以有把木剑瓶拿到这个透明的盆里晒背 结果一不小心晚上忘放回去了 这会儿给她倒了点水 她在埋头喝水 应该是渴了小家伙 每次看到木剑瓶蓝蓝的眼睛都觉得好漂亮啊 好温柔 这个角度看木人的脑袋真的是超级无敌小啊 感觉跟背甲都不成比例了 不过这个也是人家的特色啦 想想有些蛋龟 某些蛋龟 那个脑袋恨不得长得快跟背甲一样宽了 木剑瓶心想 说我长得奇怪 我还没嫌你们蛋龟长得丑呢 我这个叫苗条比例好 身材好 这边这几个家伙也都醒来了 那我们就准备开饭了 看花狗子和花耳在水里 真先恐后啊 飞飞中的从后面赶过来 斑斑还在岸上啊 还没有做好下水的准备吗 感觉花耳和花狗子真的已经急坏了 都看着斑斑心想 你这家伙赶紧下来啊 就差你了 你不下来我们就没法开饭呀 这时候斑斑晃大晃大 终于进到水里了 没想到龟儿子们这么了解我 其实我就是在等斑斑下来 因为他每次都抢的可慢了 动作也慢 吃的也慢 我就怕他抢不着 所以得等他下来的时候再放一些 然后盒子里面剩了一点底的龟粮 我就给他们全放进去了 他们这波是大概已经三四天没有吃了 所以今天喂的比较多 黄儿是守着一个角落开始猛吞 西非猪自个儿在后面大口大口的炫 没人跟他抢 从飞飞猪的这个吃饭节奏就能看出来 他是非常灵活的 就是哪里有梁 我就看哪里 我就追着哪吃 绝对是一秒钟都不能停啊 花狗子呢 不得不说 我觉得他真的是拿智商换的颜值吧 每次吃饭的时候吧 震吼是挺大的 但其实压根没抢到多少啊 后面 侧面都有梁 就是不吃 只盯着眼前一个方向 还最后被别人给截糊了 看到吧 这黄儿一天天的比谁都吃得多 专注于把自己吃胖吃壮 力大无穷 好给大家当垫背的 引体向上那也是说来就来 刚才花狗子可是没登上来 好啦 今天就先喂到这儿吧 旁边的刚刚那些龟呢 喂时间隔时间不一样 改天喂的时候再带大家一起看 我是天生啊 咱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